弟子学佛后对绘画佛像有浓厚的兴趣 听了老法师的代子之后 能够将佛法应用在生活 并且逐渐能够把画画佛像的水平提高 弟子绘画的佛像有送到寺院供养 有一幅菩萨像在1998年4月 在五台山的白云寺法会上被彩云围绕 后来白云寺法师打电话告诉弟子的 并鼓励弟子画佛像也是修行 这个是对的 画佛像确实是修行的一种法门 针对画佛像 弟子有一些问题 请师父慈悲解答 佛像绘画的不圆满 具不有错误 还有一些没有上色的草稿和复印基因的黑白佛像 有时候做资料用等等 弟子将如何处理 有人说用火燃烧 有人说随废纸丢其 请你老人家开示 凡是画佛像的这些稿纸 或者是写经的 写经写错了的 那么这些废纸 我们怎么处理呢 那么最好是 这是恭恭敬敬的 把它封化 当啰嗦处理 那是很不得已的办法 有许多在城市 城市里面没有丢弃啰嗦的地方 像许多 现在中国也许有在外国的时候 大城市每一天都有政府机构 派这个啰嗦车来收这个啰嗦 不准你随便燃烧东西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才可以当啰嗦处理 当啰嗦处理 也要把它包得整整齐齐 用这个塑胶袋把它封好 这都是我们一份恭敬心 随着啰嗦处理 这样就对 如果可以燃烧 这是最好把它封化 封化的这个灰 祖师大德教给我们两种处理法 一种就是放在野外 把它埋起来 很干净的地方 把它埋在土里 另外一种就是放在水里面 把这水沉下去 在河流里面 这个是最恭敬的处理法 好 谢谢大家